有這個小心事會放在心中 但是演員在合作的時候是非常開心 而且是完全戲殺青之後還可以延續感情 就像猛瘦的花劇 看著誰與誰 好在現場看是很Peace的三位 在戲裡面呢 在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就有充滿武打戲的部分 根據榮俊壽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在戲裡面飾演很可愛的柚子好嗎 嗨大家好 我是說我飾演的角色是楊宗佑柚子 那柚子就是小夏的青梅竹馬 他是屬於這種痴情的大男孩 然後感覺外顯的狀態 感覺好像很直接很沒有腦 但是其實心思很細膩 對 大家一步一步可以解析柚子這個角色 他剛剛講到的痴情 除了是很鍾情於小夏這個痴之外 還有一個是吃東西的痴 可以看到柚俊壽的痴播好不好 是 要請李莫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這個角色小夏 抱歉 我這樣有點傻眼 小夏是一個很勇敢追愛 然後非常無敵的一個角色 我覺得他很勇敢 然後對於愛也是完全不保留在付出 對 你今天小夏的原因是在練唱嗎 我不知道 可能有人把我毒亞了 希望就是在這個角色當中可能會是 要毒亞你的可能會是學姐喔 喔 因為學姐跟小夏有一些小小的競爭的狀況 好 那這個曹佑您呢 你在裡面飾演的是陳毅 對 我在戲裡面飾演的叫陳毅 然後他是高冷 雪霸 校草 對 但是他其實沒有這麼的高冷 是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很害怕孤獨的人 對 然後他的人生都是由父母來做選擇的 對 所以 在戲裡面大家會看到 比較不一樣的校草的形象的角色 對 而且他 以前的以往的校草都是被追被追被追 可是曹佑您飾演的陳毅這個校草 是應該是要追回追回追回很多的一些感覺 對不對 現在問一下小草 你在裡面其實也見證不一樣世代的感情 對不對 是你 我們以前是覺得我們見證爸媽就有點夠遠 可是你見證到是外祖父母的感情 是 所以跟這麼資深的前輩一起對戲的時候 你會緊張嗎 緊張倒是不會 但是因為我裡面的奶奶 對 是有一點失智症 對 所以因為我生活當中沒有碰過這樣的體驗 對 所以在全世界上方面的話 會比較需要花時間去做準備 是 對 然後我覺得最重要的其實就是回歸到愛 對 對 你的家人你要愛他 你要對他負責任你要照顧他 對 他就會認定 以後不管是失智或者是什麼樣的狀況 他只要有愛他就會回到最浪漫的時候 而且要非常的有耐心 是的 是的 所以你莫在拍這個戲的過程當中有沒有覺得很好玩或印象深刻的時候呢 印象深刻的是我們大家在現場其實休息的時候就非常像角色 就譬如說休息的時候我跟羅君初演的柚子就會一直玩一直玩 然後大概是我人生最外向的時刻 我們玩一玩就會發現 欸 怎麼好像有一個人消失了 對 然後就找找找就會發現 喔 陳毅在角落 他在角落休息 啊 對 所以我就完全符合角色的這個真性情演出 對 那羅君初在裡面呢是很有音樂才華的用途 也要來問一下 如果 因為每個演員都有所謂的票房奉約 要講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票房到達什麼時候了 我們要做一下什麼承諾回饋你 不管有沒有能夠支持 請問一下羅君初 如果票房很精密的破一役 你有沒有什麼要承諾大家的 呃 我們今天有三個人討論一下 就是如果票房破一役 我們要辦一個公開的社團成份 然後讓我們三位演員 然後還有其他的演員 可以有一個表演回饋給大家 有夢的機會是不是 對對對